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2024年3月25日 星期一 欢迎来到财经那夜 那么这两天有一个事件在国内正在快速的发酵 就是万达集团它的股权被冻结这样一个事情 而且一下子冻结了162亿 可以说数额也是非常之巨大 我们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根据天眼查APP被披露的信息就显示了 大年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它的股权被冻结了 而且冻结的金额高达162.05亿元 那么被执行的企业是大年的新达蒙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刚刚成立两个多月 对于一个地产巨头来说 股权被大量的冻结 可以说确实是一个大的新闻 而之前珠海万达的商管大笔的股权也是遭到了冻结 股权冻结了高达50.72亿股 所以这个消息在国内发酵之后 很多人怀疑万达是不是快要垮了 是不是出问题了 因为对于2016年就大规模的甩掉他的包袱资产的万达来说 很多人认为他是绝处逃生了 现在是比较健康的 但是其实万达作为商业地产的龙头 可以说这些年的日子也不好过 因为整个中国的商业环境不行 所以他的商业地产呢 其实下滑的速度也是非常之快 比那些地产巨头就是住宅巨头啊 好不到哪里去我们看看这次股权冻结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万达真的是还不上贷款了 然后被银行给起诉了还是怎么回事了 那么根据财年社的报道啊 大年万达商贯集团所持的大年的新达蒙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啊 大约是162.05亿元股权被冻结 财年社呢从相关人士处获悉 此次是万达旗下的某个项目 与民生银行之间产生的经营贷款的纠纷 但是纠纷的金额呢比较少 远低于万达被冻结的股权金额 他说记者了解到了 目前万达已经与银行就纠纷事宜达成和解 被冻结的股权呢 估计很快就将解冻 所以不管是否能达成和解 突然之间银行和万达之间 一下子爆发这么大的冲突 他不可能是空穴来风 很可能呢是银行已经了解到了 真实的万达的财务状况 然后呢感觉自己的贷款呢还不上 所以呢紧急申请把这些股权进行冻结了 可能是这么回事 但是一下子对市场造成的影响冲击比较大 所以呢双方达成和解来消除这种影响 毕竟呢把欠债的人逼死了 可能你的贷款呢更加还不上 所以应该是这么个套路啊 所以从民生银行和万达的这个冲突来看呢 目前万达的状况是非常不乐观 而当前呢可以说王剑林卖卖卖的步伐是仍然没有停止 甚至还加快了出售的节奏 那么截 截至目前呢万达集团呢 已经累计出售了14座的万达广场 可以说万达广场啊 基本上卖的差不多了 目前可以说像中国的这种商业地产呢 基本上是金银惨淡实体店呢都是人去楼空 很多都是关门了 因为网店呢把实体店可以说确实是击垮了不少 但是中国实体店大量倒闭的一个主要原因呢 可以说还不是网店 说明中国的商业环境呢是在急速的恶化 从事中国房地产泡沫 对这些小商户这些实体店呢 它的利润形成了一种挤压 所以他们才开不下去 那么这样一来的像万达这种实体为主的商业巨头啊 可能就扛不下去了 因为没有小商户啊租它的门面 它的广场呢大量的都是控制的 它的利润呢肯定是受到了挤压 很多地方呢甚至还是亏倍在运营 所以万达广场呢在几年之内啊大量的被出售 那么这两年呢卖了14座 看出这个速度还是非常之快的 所以从这个事情呢就可以看出来 目前中国的商业地产的形势非常之惨淡 很多商业巨头啊可能都将破产 无法运营 另外一个情况呢也说明了 这个银行和地产之间的联盟关系已经要解体了 以前呢这个房地产的扩张都是依靠银行 但是现在呢房地产过度的扩张 加杠杆还不上贷款 很多银行呢开始抽贷开始催贷款 这种情况之下呢必然是双方撕破脸皮啊 对不公堂 那么像现在这种162亿股权冻结这样一个事件呢 可以说只是一个开始啊 对银行和地产的联盟一旦破产的话 中国的楼市啊还将加速的下坠 不管是商业地产还是住宅地产 其实都是一样 你像碧桂羊很大 他们利用银行的杠杆也是非常之高 甚至是比较保守的万科呀 现在也出现了大的问题 万科的高管呢是带领深圳市国资委的一些人员呢 到北京去向债权方啊谈这种条件啊 延缓100个亿的债务兑付 可以说这都是一系列危机的一个信号 而前几天呢 您也是做的一期节目啊 关于中国保险业开始修改保险合同 这样一个事情 可以说这就是明确的不要脸啊 你自己要亏损要破产呢 然后呢 你把当初的合同啊 签的合同来改掉 来推卸自己的赔偿的责任 让购买者购买保险的人承担损失 这说明呢 中国地产的大幅度的下行 给中国的保险业带来了很大的打击 因为中国保险的一些资产呢 很多都是投在地产上面 一旦地产还不上款 一旦地产出现了大的问题 那么保险必然会受到拖累 所以现在他们把这种风险呢 转移到购买者的身上 可以说也是一个非常无耻的行为 所以综合这些消息来看呢 中国地产的快速下坠 或者说中国地产的坍塌 不管是给银行还是保险呢 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您这些金融机构可能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现在都是到了撕破脸皮的时候 所以各种冲突 各种案件层出不穷 结果呢 是银行和地产呢 一起陪葬 我觉得这是注定的一个结局啊 而在昨天上午呢 有市场又传言 说不久之后啊 就会有地产相关的文件出台 会全面聚焦两个方向 一个是全面取消核心城市的限制性的政策 二是推动融资协调机制落地 那么从业内了解到了一线城市 非核心区域的限购政策 有可能会取消 但是目前呢 可能还处于研究阶段 而融资协调机制正在落地 那么这是劝上中国呀 报道的这样一个事情 网上也是非常关注 这就意味着呢 未来呀 中国所有的城市可能将全面的取消限购 我们知道了 去年了 中国很多的二线三线城市 都是取消了一些限购的 但是呢 一线城市还没有动 那么未来一线城市 可能要全部取消限购 取消限购 是中国楼市的最后一个杀手锏 一取消市场上的成交量 叫爆棚 很多人呢 会踊跃去买房 这是市场上的预期 所以限购 一直是做一个大杀器呀 密而不宣 在那里起到一种威慑的作用 可以说被认为是工具箱里面 最有效的一个工具 但是现在如果真的取消限购了 大家觉得市场上会出现去排队买房的情况吗 我觉得倒不一定 所以这个政策如果真的一旦落地全面取消限购了 但是市场不为所动 大家还是没有发现 还是没有出现踊跃抢房的情况 那么很可能啊 这个楼市坍塌的速度会更快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一个结果啊 最近呢深圳楼市啊 有个话题也是引发了全国的高度关注 有网友呢 把深圳各个楼盘价格暴跌的消息啊 发到了网上 而且做成了一个表啊 到底说这一两年 深圳的楼市跌了多少 所以看这个表啊 一目了然 我简单的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看看这个表上 说的一些是不是事实 如果是深圳的朋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表上说 月亮湾花园 户型呢 是95平三房 然后最新的成交价是460万 而高峰时期的价格呢 是1186万 跌幅高达64.21% 然后呢 是第二名 落得假日花园66平二房 最新的成交价是590万 而高峰时期的价格呀 是1149万 跌幅啊 高达48.65% 军会新天 他的户型是201平的五房 那么最新成交价是2750万 而高峰时期的价格是5000万 跌幅是45% 而渤海民怨呢 他的户型是140平的四房 然后最新的成交价是1958万 而高峰时期的价格呀 是3500万 跌幅高达44% 那么这个表上 大家自己可以再看一下 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肯定很小去了 还没有统计进去 但是跌幅啊 别着上面呢 还要大 然后有网友啊 为这个表就写了一段话 他说深圳这些上半跌幅名单的住宅呀 每一个项目背后都有一批所谓的专家 各种炒作 而不明就你的买房人追高买入 还以为捡到了宝 现在才知道进入别人预设的圈套了 可是现在已经无法自拔 更甚的是啊 一辈子无法翻身的 你知道是哪些人在幕后炒作操纵了吗 历史是面镜子 照出妖魔鬼怪 也是自我成长的借鉴案例 所以大家看看深圳的房子 这个跌幅啊 其实还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 因为全国很多一线城市楼市啊 跌幅了 有些可能没有深圳这么大 当初的泡沫吹起来的时候啊 可以说是一起吹上去了 当然深圳呢 泡沫是更大一些 所以现在跌的更狠一些 但是不代表其他的楼市啊 就没有泡沫 就是干净了 那么现在就算是腰战了 我觉得未来还可能再腰战 在这两年的时间里面 再腰战一次 其实也不是稀奇事啊 那么说到这里呢 再查一个小广告 前几天呢 能演是完成了一本书的汇编 主要是把全球影响力比较大的 华语的财经大V的一些文章 和内部会员的一些资料啊 汇编到了一起 形成了一本书啊 包括能演自己的 近一年代的一些文章和观点也在里面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 可以扫码进入群里面 找群主来购买啊 一本书呢 基本上是电子版 116块钱 如果是买的话 就支付这个钱 如果你是家会员的话 这本书是免费的送的 可以说价值非常之高 那么同时呢 能演前两年写的一本专注啊 就是中国大萧条 这样一本书 可以说也是卖了很多本啊 不管是纸质还是电子的 这几天呢 又有网友在要 那么我就主要卖电子版 因为纸质的印刷呀 而且邮寄啊 成本比较高 所以电子版呢 也是166块钱一本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了 可以单独买这本书啊 大家记住 只要扫码进群 然后加群主个人 付款之后就可以收到书 我觉得一般的财经小白 或者是入门者 只要看到这两本书 基本上对当前中国的经济局势 以及全球的经济局势 和资产配置方案 你基本上都有数了 可以说足够了 而这两天呢 全球也是兴起了纪念 著名的经济学家 哈耶克的一个高潮啊 是中国人非常熟悉 也是非常喜爱的一个经济学家 因为他不仅是关系到经济 而且他的思想可以说 涉及到政治方面 是反集权 反计划经济 反社会主义的一面旗帜 而且他的思想是非常具有洞见的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经济学家 那么大家可以看看 这里有一篇帖子 写的非常之好啊 那么我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1992年3月23日 被称为观念的囚徒 自由卫士的思想家 哈耶克去世 哈耶克的一生呢 跌宕而幸运 他亲眼是见证了电气工业化的起飞 亲身参与了世界大战 他见证了苏维埃的幻灭 事实上 他本身就是乌托邦的掘墓人 摧毁一个世界的方式啊 有很多种 但是能真正改变世界的 唯有思想 弗尼德里西 冯哈耶克就是用思想改变世界的人 华人学者杨小凯曾经说 哈耶克对人类文明的影响 犹如孔子对中国人的影响一样 深谅而无孔不入 这一评价实不为过 哈耶克的影响呢 绝不仅因为他与凯恩斯的世界大战 以及成功预言了苏联命运的先知识的存在 而是他的思想与洞察 在其过去32年的今天呢 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更加重要 韦森老师呢 在重读哈耶克中总结了哈耶克之于我们的三大贡献 第一是对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的一个探索 第二是对自由 法治 宪政 民主 权利 以及现代良序社会运行的基本法则的论述 第三是对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和道德基础的一个阐述 换句话来说呢 这三大贡献正是哈耶克之于今天最重要的三重身份 他既是一个捍卫自由市场的孤独的斗士 也是为自由及其敌人寻根的乌托邦的最坚定的反对者 更是一个为捍卫人类社会基本价值而被感到孤独的先知 孤独的斗士让现代文明从奴役之路折返 在二十世纪初了全世界的民族国家空前强大 他们肆无忌惮的滥发货币 持续输出通货膨胀终于摧毁了自由市场 引发了全世界的大萧条 这个时候苏俄纳粹奉行的乌托邦主义 却被当时的人们视为旧式的良方 在人类面临着重大危机之时 很多学者去往美国继续思考人类的政治和经济 哈耶克就是其中一员 1944年哈耶克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 他预言乌托邦永远不可能实现 计划体制践踏私有财产 无视基本人性 只会带来匮乏混乱和奴役 最终自我毁灭 然而二战之后了 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 甚至计划思想主导了整个主流经济学界 各国纷纷的难发货币 扩大赤字 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 这个繁荣打一个引号 哈耶克饱受嘲笑和攻击 成为孤独的反对派 资本家的走狗 那么直到1970年代 欧美爆发了智障危机 物价飞涨 人民生活困苦 凯恩斯主义深于扫地 在危难中 哈耶克的思想终于受到了重视 当市场的权力 重新回到企业家的手中的时候 英美两国的经济 就赢了真正的高光时刻 1974年 哈耶克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随后20年 他的思想和政策主张 被萨切尔夫人和里根在英美推行 并带来了长达20年的繁荣 与之相反的历史叙述 在苏东世界随之倒下了 我等待了70多年之后 哈耶克终于见证了一个人 对百年历史的胜利 让人们一度相信 人类的繁荣 幸福和尊严 来自于个体的自由 而不是乌托邦 然而晚年的哈耶克 却对人类的前途感到无比的悲观 在他最后一部经济学著作 货币的非国家化中尤为明显 哈耶克警告世界 个人自由正在灭食 因为乌托邦的冲动 永存于人性之中 人类渴望建立人间天国的短视 和狂妄不会消失 他们总是拥抱了一些 承诺包办一切的美丽谎言 甚至为此愿意牺牲 个人的自由和责任 那么在货币的非国家化 这本书中呢 哈耶克预言 注币权被各国政府垄断 大通胀将成为常态 唯一的破解之道 是打破对注币权的垄断 让政府以及各经济组织 进行自由竞争 也就是货币的非国家化 那么很多朋友啊 对他这段话的理解 就是说现在的加密货币 其实就是打破了各国政府啊 对货币的一个垄断 因为以比特币为首的加密货币啊 他是不依赖国家来发行的 但是市场上他有他存在的价值 所以这一作为啊 哈耶克的一个先知式的预言 就是货币的非国家化 比特币的出现 就是印证了他这一个判断啊 纵观人内历史啊 暴力是短暂的 唯有思想才是永恒的 先知唯一的武器就是他的思想 哈耶克思想对人内历史的影响 并是以上这段话的最好的注脚 哈耶克他也是市场的斗士 是20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 也是研究横跨心理学 法学 政治学等学科的天才 然而呢 他所有的一切都指向了同一方向 为自由及其敌人寻根 19世纪是崇尚理性和乐观的黄金时代 受激进思想的鼓舞 各种新式的哲学和历史观点呢 纷纷兴起 然而正如一个名人所嘲讽的一样 尽管他们也被称为自由主义 可他们的唯一共同之处就是没有自由 学者周年呢则总结到说20世纪20年代 自由主义甚至自由译词的含义已经被篡盖了 欧洲左翼崛起 以平等科学进步的口号自命为自由的代言人 而可以追溯到大宪章 诺克 孟德斯鳩 麦迪逊等让英美崛起的文明传统 日益被边缘化 在文明日渐示威的20世纪啊 只能以古典自由主义的名字和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对峙 1944年哈耶克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 他预言了 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 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为天堂 可以说这本书呢也是能演的启蒙之作 能演上大学的时候啊 老师也是推荐了这本书啊 当时读了之后啊 豁然开朗 对社会主义 对计划经济 这些乌托邦的东西啊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啊 那个时候可以说我的思想就开始转变了 多年来了 这本书啊 可以说已是唤醒了无数的乌托邦的患者 鼓励着每一个热爱自由的人 1947年呢 哈耶克与米塞斯是发起了朝圣山学社 成为反乌托邦最坚定的力量 他的巨著啊 自由宪章洋洋洒洒 数十万言 对自由主义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蚕食 回答了有关自由主义的基本问题 自由的含义是什么 自由的价值何在 怎样保障自由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了 哈耶克将自由从道德价值中解放出来 放置在形成社会秩序的知识和一般规则的层面上 从而使自由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在致命的自负艺术中呢 哈耶克认为文明中的问题啊 源于人类本能和理性的冲突 文明在扩张中形成的秩序 鼓励人们使用理性和逻辑 不断收集信息 利用资源 形成合作的规范 带来传统 法律 财富 理性 科学 艺术等等一些文明成果 但他的过程呢 绝非是一帆风顺的 目前的制度中啊 只有市场经济制度 长期带来了良性的结果 他用文明秩序鼓励了人的创造的本能 同时利用了人类毁灭本能的活力 并限制了他的危害 市场制度鼓励人们生存 发展 创造和爱的本能 市场制度利用了人们好斗的死本能 将其活力用于市场竞争和建设 并严格限制在文明框架之内 如法律规定的人的自治边界 市场制度呢 把人类的集体主义本能 限制在了有限的范围之内 比如说集体主义 只会在家庭 社区和企业里面存在 避免呢 将冲突发展到毁灭性的层面 比如说民族经的生死斗争 因此啊 阿耶克真正的敌人 是人性深处的恶 以及一直鼓励和扩大这种恶的某种历史叙事啊 不幸的是呢 在历史的博弈中 这种叙事啊 经常胜利 并带来暴力和死亡的历史 而文明呢 也随之云落 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动静 对人性的优暗 人性的恶啊 了如指掌的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啊 这个文章中说 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 塑造了今天的世界 自1978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以来啊 随着整个中国社会 对计划模式的否定 和对市场经济的弘扬 那么塑造中国人的观念纽带啊 早也不同于革命的激进主义 对人类社会未来的理念的一个充建 也不同于传统中国社会 黄传捐制政治中的 专制天下或以德为政的王道理想 当然更不同于构成西方制度基础的自由主义 但是呢 当下中国的观念纽带 仍然在不断的变动 而且呢 充满了内在的矛盾和张力 一方面有十月革命以来的革命思想 另一方面呢 隐含着2000年中华帝国专制天下的政治思想遗产 且有一种实用主义的导向下不断的演见 但是目前来看了中国对计划经济的否定 对市场经济的向往可以说已经到头了 特别是这几年的倒行逆势之后 中国是山河日下风气斗转 中国的强权统治 又开始迷信起计划手段 开始了否定市场经济 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现在中国经济啊 大家看看一派民不聊生的景象 资本大量的撤离 然后企业大量的倒闭 失业 然后通货膨胀 货币贬值 债务危机 可以说全部都来了 这就是不尊重市场啊 相信人的力量可以战胜市场力量的结果 最终的结果啊 就是大家一起遭殃 一起落难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重读市场经济的卫视 哈耶克的言论呢 还是非常有启发性的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啊 其实可以多读他的一些书啊 能也呢 收集了哈耶克的全套的一些书籍 和他的一些文章 思想传记 那么有时在全面上和大家分享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这些资料的 可以入群来领取啊 当然了能也会编了 全球十大华语的财经博主的一些文章 和内部的一些会员资料 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 大家如果有兴趣 也可以入群加入会员来领取这本书啊 当然你可以单独买166块钱一本 但是你加入会员就是免费送的 当然群里面可以说有价值的信息啊 是太多 大家如果感兴趣啊 可以扫码加入能印的会员群 我相信一定是物超所值的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随手关注我频道 转发点赞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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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